我今天出席新协会的老公书 而是我的新同事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 非常高兴向大家介绍 我的新同事新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汪文斌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是来回答提问的 而是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新同事 新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林建 很高兴在这个平台同大家解释 中俄在相互尊重品品品公益的基础上 开肯定的新闻司副司长林志 采访和实验解释不了 反而 这是国际专业工作的知识者 推动全球知识产品质 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盘涉中国内政 重力和支持台国 都注定要失败 所谓的民主民党和民主不败 中方坚决反对韩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 所谓的民主领导人民主峰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重力和支持台独 都注定要失败 中方以严正敦促韩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讲台 为其章目 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 人权等旗号 谋求扑大台独活动空间的图谋和做法 蒙骗不了世人 只会自取其辱 注定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BI说的话 你也能信 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被像雷这样的FBI官员 等反华势力所左右 所绑架感到遗憾 他们不要以为 中国安全部门是吃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